香港特区政府在8月2日宣布新一轮的防疫措施 进一步收紧对各行各业检疫的要求 例如要求全体公务员、医管局、安劳及残疾院社中学、小学、幼稚园 以及特殊学校的员工都必须是接种疫苗 否则之后就要自废定期作这个病毒检测 将以往志愿接种的疫苗政策就变相改为类似强制的措施 无法接种者不但要不断定期检疫 更荒谬的是要自废 也就是变相对不适合接种者 例如身体不舒服的长期病患者实行这个歧视的政策 这一点是完全不合情理的 但是更加无法理解的 就是除了进一步收紧B类食肆员工的检测日数 由14日一检减到7日一检之外 更加是要求所有和这个抵港人士有接触的人员 包括机场员工、酒店员工、接载抵港人士的司机 都全部需要强制接种疫苗 这个和特区政府在上年12月声称接种疫苗是自愿 是完全出以反异的 另一方面当有风险的香港市民 是要强制接种疫苗的时候 对各地抵港人士 政府却继续容许未接种者来香港 所谓低风险地区 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或者澳门 更加是可以选择最宽松的家居检疫 而不需要在指定酒店检疫 这个对居住条件击逼的香港来说 明显是防疫的漏洞 这种外人可以免打 港人强制打的做法 当然是令人质疑 他的判断是为了什么 事实上特区政府的防疫政策 一直令人所质疑 就是他的防疫政策 一直都为了中国大陆而度身订造 例如2020年初 当疫情主要爆发的来源地 既是中国大陆的时候 特首林郑月娥坚拒医护所要求的全面封关 而声称不乎世卫以科学为本的政策 更引用国际卫生条例第三条的原则 就说各国是不应该采取可能是会助长这个歧视的行动 但是世卫如今观点都未变 更加指出反对疫苗护照制度 就说疫苗护照制度是会加剧全球不公平的情况 那为什么香港特区政府又要今天的我去打倒昨日的我 而强推这个疫苗护照呢? 当初封关就是为了反对歧视 如今高风险地区由中国大陆变成其他国家了 因此封关就不再是歧视了吗? 当政府不断就说这个疫苗问题是科学问题的时候 一个最实际的科学问题就是究竟打了疫苗 是不是代表有足够的抗体而去抵御病毒呢? 偏偏政府对此是完全不敢兴趣的 只是一味就丫钩针 早前香港各院校都对这个疫苗作出了研究 例如港大研究就指出 这个接受一针復必泰疫苗的市民 它的抗体是已经高过打两针科兴的八成 而接受两针復必泰疫苗的市民 它的抗体水平是比起两针科兴的高九倍 同样道理要讲科学 为什么不是以当时人作抗体测试 以视乎它疫苗的效能 去作出不同的检疫政策呢? 难道又是因为政治原因 要保护某一些疫苗 而政治凌鸡于防疫政策吗? 我是林冀 多谢大家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